大家好,現在就換第二部分 就是剛剛有講到就是這個部分會介紹一下工具 你知道我是KITO,然後我曾經在處理一下 如果我在NP是打雜,就是在港發機那邊專業打雜 我就是什麼沒有什麼習慣還是解決不了 就是先丟來跟他問一下,然後再發報出去就對了 那為什麼會有這個部分 因為其實是說LWIN的工具 你在那個D4 LWIN 6.0 Releases,D4 Configure 可能你install完後,你LS一下,哇靠,又六十幾個 其實我數過這樣,Single Link是68個 那所以其實應該,我相信正常看到這個是 就傻了,包括我自己當初也是看到這一坨 就是你可能坐在單狀很多都不知道裡面在幹嘛 所以就決定來介紹一下裡面是幹嘛的 所以就順便想過我自己一定要去看東西裡面是什麼 對我來講也是一個學習 那所以這部分的目標就是一個很簡單的就是說 你看一下它所有工具有什麼功能 那你就可以反映出LWIN裡面到底有什麼功能了 那所以你就會需要 你就會知道一件事就是說 如果你之後有想要什麼工具有什麼功能的時候 欸?你就知道了 LWIN是Open Source 你可以去超它的範例 然後再把LWIN Hybrid Link進來就可以用了 而且LWIN最棒的就是它的BSD License 就是可以隨便你用 對 那六十幾個工具的話 你要介紹 我要介紹的話 大概就是先把它做一個分類 就是分成兩類 兩大類 第一的是一般使用者 就是你不是Compire的開發者 你是一般的使用者而已 那第二區就是說 你跟我一樣 很不幸的是一個Compire的同業人員 你需要天天來屠龍 對,所以就是分成這兩大類 但是剛剛提到有六十幾個工具 所以我自己預設是要講三十分鐘 那三十分鐘除以六十 哇,就是三十秒 那三十秒的話 我唸完名字可能十秒就過了 然後再唸完 那usage 20秒不夠怎麼辦 所以我當然要針對我覺得 需要特別講 就是比較常會用到的地方 所以我自己選出來就是開發輔助類 一般使用者的話 可能有些蠻好用的東西 其實可以輔助你去開發的時候的一些操作 那已經出了空中的區的話 我只能介紹一些基本的工具 跟IR操作一些必備的工具 請問有沒有那個六頂的材料 六頂的材料 我靠,我真的沒有這樣定過耶 對 六十幾個裡面的頂如果都已經做過的話 那你就選擇 有沒有比較新的東西 或是你最近的房子 比較新的東西 其實創合遊戲的工具很好玩 我也還蠻巧的介紹 不過我想想 我還是先focus在六頂 因為其實創合上 21號 創合上的那些工具的話 就一來還不吸 二來就是 不是每個人都會想要拿創合去 念下來玩一玩 對 要不然 我相信沒有人會想拿自己 production code來開玩笑的啦 對 所以以我自己來講 我不管怎樣 我還是一定會用那個release branch 去點擊 所以 嗯 那至於剛才提到說 更不點擊比起來有什麼好的工具 我真心的有比較的 不過這是一個很好的問題 對 那很快 那些非紅色的地方 我還會簡單去帶給我 說有什麼東西 就是看一下到有什麼 那第一個一般便宜使用具 就是 就是 就是它 旁邊有列 對應的 工具是什麼 就是GCC 然後有一個比較奇怪的 是CL 它就是 Vidual Studio Style的東西 就是 如果你在Windows底下的話 有一個CL 的 compiler可以用 那 這個我沒用過 因為它要用的話 你需要一個Vidual Studio的路徑 不然它不能動 那 很簡單的介紹的科研就是 它跟 GCC的使用是差不多的 它只有很少數的選項 是不支援 或不相容的 甚至 不過這個 它那些 那些選項都是相對的 可能就譬如說 這些 特殊的追加化 或是這些 其他功能 那 所以 一般使用上的話 應該是不會有太大的問題 那 對於 如果你想要 我個人來講 它是一個最重要的東西 就是 拿來產生LVN IR 因為 LVN IR 我相信 一定要用手型 不是弄一個 有三 有其他一個是XF 那所以這邊唯一我要特別 強調一點就是說 你如果要用從CLAM去 產生LVN IR的話 這邊看起來有點老實 就是 後面有標一個紅色 像CLAM DESAO OBGNAM 那 Emitter LVN 剛才前衛講的 就是邵政有請教 就是說 它就是 給你生LVN IR用的 那後面再換 那很難看是什麼 就是 不知道 其實我也沒注意到 到底是LVN哪一版後 你用Olin去編譯 一個 C到 一個 編L檔的時候 它就會 標 標題說 你不要幫我把這個方權做最佳化喔 然後 所以 如果你用Olin變出來L檔 你不管怎麼去最佳化 就會發現 完全不會動 對 所以 這個是很容易 Niss掉的地方 因為其實我內部 好像是去年吧 你還覺得 奇怪 我的鞋巴斯這麼壞掉了 怎麼都不會動 然後再研究了 就來幫他一定要多下這個Option 所以這個很重要 就是 你CLAM 這個 我最初還要強調就是這個 而已 對 那接下來就是開發輔助用 開發輔助用的話 就是 主要是CLAM相關的一些 對Source Code操作 就是CLA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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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雖然是一個CLAM 它也承襲了 LVN一貫的模組化精神 就是把 一個CLAM 做成模組化 能夠讓你去 為CLAM 做任何你想要的 比較喜歡的操作 那最後有兩個小工具 就是Statium LVDC 那你還會很簡單的 一件上香 那CLAM 看到它的名字 你就知道 好多味的嘛 你就知道它就是一個 層次拍板嘛 你就說 啊不就是A-Style嗎 或是Indent 沒有 它沒有那麼複形 有沒有CLAM 是一個完整的C 所以它對於 那個層次的掌握 是最完整的 尤其是對於這種C加加 這種比較複雜的語言 因為C的話 你可以去 相對容易寫出一個Parser 但是C加加 尤其到現在 C加加20的吧 對 語法開始變得很複雜 很可怕 那已經不是普通 你隨便寫一個Parser 就能夠逆復了 所以這時候你就需要一個 真的C加加Compire 來幫你重新排版程式了 那它的功能很強大 但是它的代價就是 它能排的樣式太多了 所以它的設定真的很複雜 所以 你如果真的要好好Fighting 一個時候 你就要好好把它的那個 它的怎麼設定 先讀完 看好不好吃 不過 幸運的是 這個每一個 每一個排版的工具 都有共同特點 就是你可以解解 Style等於 格怒等於 LVM 對 它就會有一個Preset的 一個Style給你了 那你再去根據 那Preset好的東西 你再去做卸文的發音 基本就 大部分情況應該是能夠打的啦 對我來講啦 我自己的話 我只要 格怒可以動 LVM的Style可以動 就OK了 然後 OK 然後那個 下一個就是Cland Check Cland Check的話 就是也是一個 算是 我覺得蠻有趣的功能 就是 就是你 常常在寫程式 你第一階段一定 第一次進Rpire 一定會有很多 很多 很多字的錯誤啦 就比如說 你是很常忘記寫分號 或很常 什麼話跟 漏寫或怎樣 那這種其實 Compile其實都 也知道你就是少分號嘛 對 那他都知道你少分號 難道他不能幫你補嗎 所以他其實可以啦 所以 你Cland Check Fixed It 他就幫你 這個分號了 對 對 對 這樣他為什麼不直接 把他做在Cland的那個 Combin 9 比較好 就是我以為 就是剛剛不會過嘛 選回來 加一個PG 你出來講他嗎 我也覺得這是一個好 對 這個是 我的印象中 這是後來才出現的Combin 9 對 然後 他為什麼會出現呢 是因為 對 他其實是 Apple在做 那個 Xcode 整個 IDE裡面的環境的時候 做做做 然後都加在那個 Cland Library裡面 所以他後來才又 拉Combin 9出來 好 好 其實只能說 他這些 因為PASS 他在PASS的過程中 他其實也很清楚 你到底 做錯了什麼 就Library裡面都有啦 只是 說有時候 有時候 其實很多功能是這樣 就是 剛才Credin的講到 其實 他都是已經做好 放在Library裡面 但是沒有人開 一個 就是 沒有人實作一個 Combin 9出來的話 是沒有人知道 那個功能是放在哪 因為 我相信大家都是 寫的都一樣的 不會特別是寫 全G-LOG 或Release Note 都是 你的Manager跟你說 欸我又Release了 你快點寫個Note 然後你再趕快寫一下 不會每個人 那麼洗腦 寫一個功能就寫一個 我自己是不會啊 對 然後所以這個 這個功能就是 你要PickBeat 他就會幫你補一些 簡單的 不過當然太複雜了 他不會幫你補 他有修齒 他還是會跟你講 他修了什麼 那 Credin Renate 你就覺得 這怎麼跟 就是這種東西 需要特別一支層次嗎 他不就自串取代 那其實 你可能寫C的話 會覺得還好 那我們用個 比較 欸 也不是說比較複雜 其實也沒有複雜 就是C架架的層次 只是這個Coding Style很爛 平常寫後不要這樣寫 平常寫後不要這樣寫 因為平時都一樣 所以 我現在要做的事 就是要把Bab 這個Global的Function 改成Drew 然後就是 你看一下 城市很天殺 鋪裡面有一個Bab 然後 這裡面有一個Local Parable 叫Bab 然後又有一個變數叫Bab 對 雖然正常不會這樣寫 不過 比如說 你如果用自算取代的話 一定會有類似的情況發生 就是 你的Namespace 不一樣 可是就是會有一些 名字是一樣的 所以你覺得 嗯 這個我懂 SEE就行了 哈哈哈 嘿嘿嘿 你用Bab也是一樣的Compend 然後所以你SEE Bab 住 然後去 好開心啊 全家都變送物園了 對 然後你就會發現 連Bab都變出處了 所以這之前呢 不是我們要達到目的 然後 最重要是他連 就是 最不該改的 Fool 的那個Bab都改掉 因為那根本就是不同方式 因為你會覺得 後面我被改掉 就算了 就順便改 改到外面 那所以 Henry內 他提供的就是說 他的顆粒 可以 讓你會給他一個比較 完整的名稱 就是 比如說 Bab 12 的話 他就會比較 就是 他只會去rename 他知道 你真的只是要rename 這個simple 那你可能會問說 如果你實際上 rename Fu的這個Bab 那你這塊 白面就會變成 Fu Bab 然後他就只會 rename Fu的那個Bab 那你可能會問 Local variable 現在他還 他的Compendal還沒有辦法 指定得那麼詳細 所以 Local variable 我部分他還沒有辦法 這樣子做 25號 那Rebek Rebek 他這個東西 看起來是半成的 因為你減電話 他就跟你打一個 WIP 我可以Progress 所以 我可以Progress 的東西不要弄完 因為代表壞 他們也不負責 那所以 基本上推薦 你要用Compendal 就好 或 可是Rebek 倒是有個很非選的功能 就是 你可以選擇一段Code 你定個幾行Code 然後他就會幫你把那段Code Rebek 成一個方權出來 不過 呃 除了他的意思以外 我沒有 什麼四成功能的意思 你出一段Code 選擇整一段Code 就是把它抽出來 對 主要是抽出來的功能 那他會找相似 或者是他被配合 就 這樣 拱得出來 如果 把它取代你的方法 他還沒有到 那麼先進的功能 不過我是覺得這個 應該是 很多人會想要的功能 對 不過剛才提到就是 有些 再一次就是說 嗯 他有些功能其實裡面 都看起來像是有的 只是需要有人把它 弄成一個好用的Code 沒來 要不然 否則就是 你可能還是會需要 自己去行一個程式 去CodeCode你的API 自己去做這件事 那 那 Scan View 它是一個 我自己覺得它是一個 很好用的神器 就是 它可以去盡態分析 你的程式 那些潛在的錯誤 不過 它有一個大缺點 就是它能力想大 但是它的 它的體位神多 那它的使用方法 就是 在你的健身工具前 你叫Scan View 然後就可以用了 你 比如說 如果你的 你的專案 是用CodeCode Ma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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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這樣的話 它就可以 apply到你的 project裡面了 我自己做過的實驗是 我GCC這樣 build 是有辦法分析的 所以 對我來講 GCC已經是少數複雜 到不行的project了 它都可以用的話 就是大部分的project 是可以 使用的 那最後 你可以用Scan View 去看一下 它的搭配的樣子 所以這個 跟LVM 其實沒有關係 沒有 它下面 是Clend 你說它其實 是藍你 U-Code Ti-Code 或者 不是 它沒有到那麼複雜 它其實 方式更 它是把 CC跟CXX 這個環境變速 override掉 換成它的 然後 就是它會做完分析後 再丟到你原本的CC跟CXX 所以 其實有提到一點就是 你最好在Compid View的時候 我就先下 因為 有些Compid View工具會直接 先做好你CC跟CXX 然後 變出來的Maker File 就是那個了 所以 如果你Compid View time 可是我沒有 用Scan View的話 你Maker在用Scan View 會讓你知道一些東西 就是 這其實是蠻看 Maker File的想像的啦 但是如果你真的要用的話 是最好是 有Compid View 或有Compid View 它就下了 就包括如果你用CMaker 的話 CMaker File就下了 不然 會有東西沒拿到 會 到時候你就會覺得 欸奇怪 我神智真完美啦 不對 然後 所以它是一個 care 就是說 你要先有Scan View 然後再用Scan View 對 它 Scan View 它會產生 一頭到頭的爆表 不過 那個 它其實是產生一堆 HTML的爆表 所以 Scan View 則是在提供 嗯 一個 Web Server 內建一個 Web Server 然後它自己把你的 螢幕器材拿起來 然後 當然你也可以直接去 點看它的爆表 我覺得是一樣的啊 或是放到某個地方 都可以看啊 對 然後 大概是這樣 那這個 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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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看不太清楚 沒關係 我大概講一下 就是 我這個是 試跑GCC的話 就比如說 GCC 很潛在的Bug 然後它就會分成好幾類 就是什麼 比如說 有些API就跟你講說 這個Arcument不能用我 你來塞入我進去 或是說有些Assign 就看起來明顯沒有理由 或者是說 有些什麼 Array順序看起來就越界 或什麼 然後那這邊雖然 剛才也提到 它Postparts其實蠻多的 大概 以GCC什麼巨大的Project來想的話 你大概 我自己大概找下去是 有一半會是Postparts 不過有一半會是真的是有用的 就是看它 它會很詳細的去跟你推說 它要 執行怎樣的步驟 會產生這個錯誤 對 然後如果你知道 正式的照它的步驟去做 你會發現它追出來 就是還蠻多是有用的 你用這個Bug 這個GCC的版本 那學校有沒有用它跑過Claims 哦 哦 毛跟盾 好奇一下而已啊 好奇一下子 好奇一下子 你能靠你怎麼樣 沒有 對 因為雖然我現在也是在慢慢轉 不過我還是GCC為主 所以 你講的就是個好 好問題 對 不過 它那個 那個 要錢的軟體 就Coverty 現在被Sigmasy買走 然後 它有開放 讓 Open Source Project 裡面 被使用它 它那個是已經商業化的東西 我會建議大家 如果要用的話 用Coverty 會比較好 畢竟是商業的 用完完的東西 我覺得 趕快跳過去比較好 對 不過剛才講到那個 我覺得 Coverty 那種東西的Quality 其實並不會太好 我覺得它那個 Fallity 也很嚴重 因為 因為其實 對 因為其實 Claims 跟GCC的Front End 的Quality 都不會比Coverty 差 Coverty 就等於自己 要從頭做Front End的東西 然後要去分析C 分析C++的Code 然後來做出這個 這個Report 可是你實際使用 像說 你如果是用LVM的話 你用它的東西來分析 當然會比較好 用Coverty來分析 其實 我不覺得它會比較好 就是它的Post Polity 如果都把它打開 其實是多得不得了 可是我覺得 那個應該分兩方面來看 一個是 這個東西 它是用了Claims的Front End 可是它裡面那個 錄我並沒有 跟LVM其實沒有太大關係 然後 Coverty的話 它的強項是在於說 它的那個 錄我比較多 像是Misra之類的東西都有 好 你找到不錯 不好意思 因為那裡面其實 就是太多的 不必要的東西了 那就是 那些是 是Functional Safety 你的Post Polity的 這個東西既然你這樣 你覺得 應該沒有公司 會把它變成 Commit Loop Code 等一個 把關的東西 我是有這麼認同 因為其實它的Post Polity蠻多的 而且 Post Polity呢 它為何 界面我覺得有一個好處 就是 就是Post Polity蠻多的 你就把它飄 然後就 之後就不會看到 然後 然後這個Claim的話 欸 我這次少 莫知道是Post Polity蠻多的 可是好像 需要用人腦去 過濾 這是一個 滿麻煩的地方 所以通常 我是覺得可能 你的Brother 做到一個關落 說 比較有空閒的時間 來 好好的 Review你的Code 來掃一次 是會找到 蠻多 一些 有價值潛在的問題 那它一些 比較基本的 什麼 諸於零啊 NoPoint的Defense 然後還有 還有 那當然可能 有些你會覺得 坦白要是開 那個 -W 就會出來 蠻多次會這樣子 但是有些 那種比較複雜的推導的話 還是 Claim的Static 在這邊 會幫助 比較好一些 那 進階開發工具 這邊 這邊只很快的列一下 就是 你GNU2 你只要看過 它就有一個 相對的版本 你會 其實如果你很無聊 完全 完全去數的話 沒有完整 沒有平衡 不過大部分是有 用到的啦 那這邊的話 我自己是 不喜歡 用 LVNATO 因為它的介面跟格怒 就不一樣的啦 雖然功能性是一樣的啦 對 但是因為 就用習慣 用LVNATO 你會不習慣 那我覺得這邊最大的價值 在於說 當你有需要 看到格怒的某個功能的時候 欸 可是 你 又要用 B-NEW T20的 LVNAT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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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難用 對 而且它是GPA 所以 這時候它的價值 就在於說 如果你又要B-NEW T20的 某個功能 整到你的 就說 你就拿LVNATO 就好了 而且 這邊還有現成的Sample Code 可以給你抄 對 所以你就看一下 你要什麼功能 你就去那邊 它的Source Code看一下 然後就 想辦法 學習一下 你就會 整合到你的GRADGE裡面了 對 變得後期 它這有 剛剛有提供說 它 有始作的 完整度之類的 啊 就是它 比如說那些 LVNATO B-NEW T20 它跟格怒是完全 就是說 兩個功能性 是完全之類的 沒有 他們沒有要轉變的部分 就是 一來它 它套補的就 長得FORMAN 常常會不一樣 二來是它 CAMB-NEW T20 沒有完完美品 甚至是 會真的有點不一樣 就有些 可能剛好不一樣 因為 其實葛諾那邊的好處 是它為了 歷史相容性 它 什麼鬼OP-NEW T20 都會有支援 就即使是很古老以前的OP-NEW T20 它都還為了相容性 把它留著 但是LVN的 就 在這點 就沒有那麼友善 所以我自己覺得是 日常生活的話 我不覺得 有必要特別 為了信仰 去換成LVN 除非你的信仰 非常的堅強 我就是不要葛諾的 對 那就換吧 但是我覺得 你通常 大部分你的現成工具 或一些Squibb 用到這些工具 都是 他們寫好 都是為了葛諾而寫的 就譬如說 Ototour那一套 全部都是用葛諾Tour的 功能跟功能去寫 所以你換成LVN的能動嗎 不見得 對 請問一下 像我工作上遇到的問題 就是 ARM的那個 ARM跟SUM指令 INTERLIFE的時候 國路的它就DUN的 很難 它沒有辦法自動去判斷 那LVN的 那個沒辦法 因為那個的話 要滿 標格資訊要有 要滿 它單純是用方權來去分 就是 其實 因為像 欸 你看說 那個一般的ARM 你要分 它是ARM 還是SUM指令的話 是要依賴 那個上面的工具 就譬如說 Sample 或Compile 去幫你標說 從哪一個指令開始換 就譬如說 ARM用SUM指令 最大的差別 如果你是方權為差別的話 它方權最實的 最低的bit 如果是E的話 就是SUM的 0的話是ARM 那這是它的一個GENAL的如果 但是如果你是在同一個方權裡面 混在一起 因為 比如說如果有說 Social Assembly 的話是可以隨便混的 就是你只要 腦袋清楚的話 就可以隨便混的 那但是這種東西 你沒有給它特別一個 標記的話 它是沒有辦法分別的 對 所以這個 這個並不是說你挑LV 它就很厲害 可以把你分數出來 一定要沒有辦法 因為這個 它資料就是那麼多了 就是如果 GENAL那一套它有辦法分的話 我相信它也是會想辦法分 對 對 好 那破壞眼相關 破壞眼相關 算LVM它好是一套破壞眼 但是我自己是不要用 為什麼 我不是說它不好用 它其實很好 你去看 你去看LVM的官方文件 其實它有很多 很分寫的功能 就譬如說 LVM X-ray 它是可以在 你的程式的 任何你想要 掛戶殼的地方 就 或者是方學 任何你想掛的地方 就掛 可是問題是它要的 它要 不是Compile專業 或是 系統上有提供整套的話 那你可能 要自己 沒有辦法 沒有那麼容易去整套 丟到 確定你能用 而且無故的 對 所以這邊的話 LVM的工具 我是建議 如果沒特別訊息的話 通常 你是用Compile它就夠了 或者是 反正 那個 你的上 用 用 用Pofile之類的就可以看了 沒有一定要 他要問一下 什麼是RT 那是什麼說什麼 RT RUNTI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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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 然後那這邊的話 然後 Microsoft的工具 替代 然後是假的 幫的都包在幹嘛 因為就是 你用Visual Studio的時候 它就會有一些 相對應的小工具 因為 Microsoft的Visual Studio 看起來好像 可以用 沒有對啦 我是不知道 沒有對 但 就在Visual Studio 就有一些特殊的東西 點RC檔 點PDV檔 然後DL 然後什麼 M7 跟Secret TRE我真的不知道 就是它的TRE 就是它的TRE 欸 真厲害 對 好像是超 這類的東西啦 就在 你在Windows上 那打普通的話 就會有一些東西 會不會 格式跟 東西要出 那這邊就是 會不會它相對應的 一些對應的工具 好 那我們去屠龍吧 那接下來下一部會 就是屠龍勇者區 然後如果 你看了我們這樣四方來 我要代表 你應該手上有一台Switch 才對 對 那屠龍的基本工具的話 這邊列一下 我覺得一些 就是 算基本的啦 然後 下面有一些是好玩 算好玩的 然後也算技術的 那OPG的話 其實剛才前面有提到 就是organization OPG的縮型 它是可以 输入了檔案 然後執行 各種最佳化的小程式 那它可以用來 那個 觀察最佳化 就是 因為它 OPG我覺得 跟你以前用GCC最大的不同 就是 你GCC 你要一次開一個organization 呵呵呵 它只要一次刮一個 不能一次開一個 對 所以這 這完全反向的功能 就是 如果你用以前 GCC是完全做不到的功能 那 OPG的話就是 你想要一次apprise 還有organization 都可以 那你要怎麼apprise 隨你開心 所以如果你是要 玩compile的話 它OPG是一個相當棒的 入門的一個 一個小工具 所以 請問 因為像你剛講的 GCC跟老闆業的 思維不一樣 就是說 GCC要定買 然後一個一個 其實 這個不是設計思維 是 當中設計的時候 GCC就沒有設計到 某種化 所以它根本沒有辦法 讓你一個一個開 它只能夠全開 然後慢慢關 或者是 就是它反正會有一個 Defaultsend 就是你開這個的話 其實它 它前面的dependence 你都要拍 沒有辦法 強迫它 你就是說 它的opimilation 會有很多dependence 會 會能有存放的關係 嗯 嗯 就它那個pipeline 其實你沒有辦法把它拆出來了 對 對 其實這個是 跟更上層 compile整個架構設計的問題 GCC當初設計就沒有 要讓你這麼做 那現在要 要拆出來的話 其實這件事很難 對 就比如說 在GCC比較糟糕的一件事情 它有時候會很依賴那個 application之間的順序 可是backend能力更嚴重 所以你有時候 其實你backend 是可以控制 硬去插 PaaS去做模式 可是你有時候硬插 你會不會炸掉 對 可是我當然不是說 那個LVA都不會炸 因為聽說以前 有幫公司的 有用LVA去reorder一下 然後其實LVA也是蠻容易炸掉的 就是某些順序下 動物就炸了 對 不過最主要的差異還是在於說 LVA健身就可以讓你去 隨便排這些東西 因為它設計上就是有 考慮這些東西 那它的使用方法 好 我知道大家用 因為卡片拿來的時候 都會很聰明的知道要help 可是呢 這個東西下去 OPD help下去 我們知道是以前L 考555 對 所以 我相信 550行 你要在裡面找到 有這種資訊的話 就是有點困難 所以我在那邊 我自己是 介紹一些 我覺得會比較常用到的選項 那 它最簡單的用法就是 你未進一個.bc 或l 來進來 然後再掛一些up 隨便你要幹嘛 然後它有提到 你要來LVA的話 一起講就是從 Coin Imitter的路面來 那我自己最常覺得 那我自己最常覺得 你入門 你一定要會用的兩個選項 就是 vue.c.mg 跟memorated.register 那 vue.c.mg 什麼? vue.control.flow 所以就是比如說 你一個程式 用進去 然後 LLOPD 進來 它會 吐給你一張圖 然後你就會看到 喔 有圖了 讓你留同入門的感覺 然後 就知道這個程式好像要 要那個 就是 就是你剛才的C程式 雖然 你仔細看一下都覺得 欸 啊我不是才寫四盪控嗎 微堆垃圾 對 所以 你這時候 你會想要先 想要把它 濾乾淨一點 所以你想要 會想要開出來 就要把它弄乾淨 可是其實 如果以這個程式來講的話 你看一下O1 欸 剩三道指令 那過程呢 說好的OPD 可以一步一步 慢慢來的過程呢 對 那所以這時候就很重要了 第二指令 MV5RG 我 我 就是如果你是要 慢慢觀察 最佳化的過程的話 其實第一步你要先過MV5RG 它會把那些 不必要L卡跟Lows 都砍掉 那 讓你的程式變得比較 SACFORM的樣子 雖然SACFORM 可能你還是覺得不好 不過 它會變得比較好看一點 比如說 EFORM 一堆 EFORM 你就會覺得 對 這就是我本來在做的是 EF再Compare 然後 Composition No FORM EFORM 然後最後RETURN 就會變得比較 我覺得是 它的結構看起來是比較好 好不然有沒有一堆Lowstone 那 不過它前面一堆Lowstone 是單純就是前面方便好做 比較好Porture 那所以 配合一下剛才的 MV5RG的話 你會看到 它的Compare Pro 就跟你的 剛才那樣的EFORM 的樣子 長得比較像 然後你要對它做一些後續的操作 也會比較 看起來比較容易觀察 那 它的使用注意事實上有幾個就是 第一件事就是 它參數的位置非常重要 就是說 有時候你先V5CFG 再下 就是你會先 秀出來的Compare Pro 然後再做最佳化 那如果反過的話 就是你會先做最佳化 再來看Compare Pro 只是順序 很重要 那第二就是說 你可以重複下 就是 你可以先看一下 Compare Pro 掛譜 再做好一點 再看一次Compare Pro 掛譜 你就可以去觀察它 前後的不同 那 那 參數可以重複下 那最佳化其實你也可以重複做 不過 這個其實是一個很大的題目 題目大到可以去開一家公司 對 然後 如果你對這個很有興趣的話 可以去 找 對 找Kiko投資 對 這種事比較早 我去找 找路發就好了 對 就是 這問題很複雜 不過有時候很有趣就是說 你這傢伙啊 你可以重複做 那 他做多 有時候多多其實是真的有作用的 那 他的順序也很重要 不過 可以說這個不是今天的 題目了 那是一個很大的題目 大到可以去開公司 然後開好幾年 會 發現燒爆很多事 不要這樣 人家有火車 對 然後 那 最後就是列出一個 我 比較常見的最佳話的一個選項 就是 你如果 呃 有好好讀 Kampaya的 課本的話 雖然我知道在大學部 只教完那個 很難用的我封給他的解說 就是如果 沒有很認真的看完Kampaya 比較後半段的部分的話 你會看到一些比較基礎的 Appliations 在上面 比如說 Consum Location 然後 Hawken Inline Decor 然後 CSE R Ruburn 這種 比較常見的Appliations 當然 LWRAM都有做 然後都有一個相對應的選項的時候 你可以去玩玩看 那 那 接下來就是 LLC 其實LLC就沒什麼好講 除非你是 除非你是 開發 LWRAM Backline的 家伙 不然 通常是不建議自己去玩LLC 對 要不然 因為正常不建議 你是直接會從Claim 打到最後 點S檔 或是點O檔 對 那LLC的話 就是可以讓你比較去觀察 內部的一些 一些資訊 就比如說 它比較容易 一級八個檔客之類的 然後是 如果你是可以跟我一樣的話 是Pakam的話 它是你好的 然後 LWRAM NC的話 它是可以是做一個 比較多功能的 Assembly Disassembled 那 我自己認為 它 如果是一般使用者的話 應該是用不太大 因為它使用方法還蠻難用的 它不是設計來給你使用 它是設計來 我自己覺得它是設計來 寫UniTester用的 或者是說 我自己以前的一個使用者 經驗是說 你把它整合到你的 Project裡面 你有Assembly Disassembled 的 功能需要的話 你是把它 這次程式裡面的東西 剪過來用 就可以整合了 然後 它是拿來寫UniTester 專用的 很好用 但是如果你不是 寫這個的話 通常不需要再注意它 那 另外 剛才有講到 LWN其實 你可以把它當作 一個第三方的Library來用 那 你要把它拿來用 的話 其實就是要去訂的 它還有 UniTester 相對應的 Flag 那你可以 如果你用過PKG Conflict 的話 它就是一個LWN版本的PKG Conflict 專用的而已 然後 你寫Minkify的時候 就會很需要它 你 比如說CFlag CFlag CFlag 那 為什麼要這個東西 是因為 比如說LWN比較麻煩 應該 LWN它 在D4View的時候 它是把 RTTI關掉的 所以如果 你的Project 設計家家 又開 沒有特別把它 TTI關掉的話 是會 Link起來 它是會被你抱怨的 所以通常 你要Link LWN 請用 LWN Config 去跟它要 CXFlag 問一下 你這個LWN要用什麼 Flag 去Link 會比較好 那 那 操績跟 也很重要 為什麼 因為 它 LWN install完它 D4 點A的Library 有 一百七十幾個 所以 如果你想要用LWN某個功能 嗯 要怎麼 再拿一百七十幾個 拉到你想要的功能 而且 點A又會有順序問題 這是一件很痛苦的事 對 所以 你 一定要用 要LWN某個功能 一定要用這個小工具去用 它B4 你都不給 你不知道你要LWN什麼 就全部噴給你好了 一百七十幾個 裂在那邊 而且順序是過癮的 但是如果 你想說一百七十幾個 你也自己全部已酷了就好了 你會發一會 順序問題 就會解到很想哭 那當然 如果你知道 你明確的要什麼 譬如說你只要NC 你要LWN 你就LWN 他就會輸出 它H 而且順序是做一個 Link的方式給你 然後就可以省掉你很多 那 LWN IR的D4 這 看起來是某人覺得寫下來很好玩的工具 就是 他可以把兩個 電LNO 拿去地服一下 然後就會輸出一個 文字格式 可是我自己的經驗是 就是 我用GY的工具還沒有 對 對 那個 他的那個格式 連位進去地服的工具 都沒有辦法派頭進去 因為格式不對 所以 我是覺得乾脆就是 拿去那個 拿去GY的工具會比較好一點 不過他有一個優點就是說 因為他還有一點好多flow的概念 所以他 他對 Baseer Block 是會對得比較足跡一點的 那 LWN BC 他也就是 單純去分析一些 Decore Stratch 所以 一般使用者不會用到 那 OPG Report的話 這次我覺得算是 好玩 他真的就只是好玩的工具而已 我覺得因為 以使用價值來講 還不高 就是說 他可以產生一個 Abiolation Report 那 你要在PSO 加一個 Safe Value 然後 你可以去看他的 產生出來的報表 然後他 他 譬如說課程吃O3 下去就會有個報表出來 他就跟人家說 欸我爸一耐喔 就給他一個I 欸這個回圈 看Abiolation 3 他就給他一個Abiolation 4 然後就被 很開心的看到 一個 就是被 做什麼追加話 不過 呃 有看到一個東西嗎 在Abiolation Raker 不是每一個人寫 Abiolation都會寫Raker 對 所以其實只有 很少部分的 Abiolation 有資源這個功能 就比如說 一些LOOP的 相關的 跟Igolation 比較有 然後還有Inline 然後還有Vacolation 這幾類的 比較有 比較會有顯現出來 要不然 譬如說有些Code被砍掉 他其實這邊 這個Record 這個Record他不會顯示 所以這個目前 覺得是實驗性質 不過我是覺得還蠻好玩的 那 IR的操作 就是如果你要 你要對 LWM IR 做一些操作 他這邊就有一個 公票的層次 給你用 就把很多的東西 連合在一起 留在一起 對 所以就是 很多LRO 然後 會輸出一個LRO Assemble Is Assemble 一個就是 Assemble 就是轉成人看不懂 Is Assemble 就是轉成人看得懂 這個很重要 為什麼 因為有時候 有時候 你也會不會 Emit出來 Emit出來後 有時候你就可以 轉成VC檔 看不懂怎麼辦 Is Assemble 對 不過好交代 反正是兩個 是完全增加的東西 所以 互轉沒有分享 那 就是 另外就是 如果你在做 Iniation 對於一隻Pedric Mark 其實 有時候你關心的點 是其中 某一個方圈而已 就是你 通常不會 針對一整支程式 一直去 或是觀察 所以你這時候 就需要 直接從 整支程式裡面 Extray的出某些方圈 那這就是 這樣的一個小工具 就是說 你可以抽一個方圈 那 或是說 然後用Review Expressions 聽他的名字 那 有時候就是說 你用到這個方圈 它包括 它所有Call out 的方圈 都要的話 那就 Cursive Mode 它就可以一起抽出來 然後CAT 跟Module Express 不是你通常都用到 因為 它 並出外的東西 跟LVM並合 的東西不太一樣 但是格式不太對 它是 就是 把很多檔案拼在一起的 也就是 所以如果你沒有特殊需求 這種東西 千萬不要亂用 LTO 你看到LTO 可能就會覺得 GCC有LTO CLAIN也有LTO 然後LVM 為什麼以為是LTO 那 這個 這個不是 我把它列在 什麼關鍵是因為 它不是給你一般使用 就使用 如果你一般使用 只要使用的話 你用LVM Link 加上OPT 會比較好 然後或者是你用CLAIN架 減FLTO 所以 LVM LTO 這支小工具就是 內部LVM專案 在哪裡 寫一些測試的工具 等等 那 有更多的圖龍工具 好 更多的工具 就是 我會渴了 所以 大家要介紹幾個 就是 它的幾個比較好玩 就是LVM 它會隨機閃爭很多 LVM IR 那 可以測試一下 你心血打開 有些PASS 有什麼奇怪的 那個CASE 沒有處理到的 然後另外 套一個Bugpoint 很好用 但是很難用 就這樣 就像GitBisect一樣 你可能 一年就只用一次 但是它就是真的很難用 但是你在找Bug的時候 你就是需要這種工具 那你就可以把Bugpoint 當作為GitBisect 那一類的工具 但是它專門 FOR LVM 對 所以你 就是 這個應該是 你真的是從業人員 你就真的需要 來研究了 最後 一般靈魄相關的 我相信 你會用到的 你一定是一個 很親切的開發者 因為 我們組裡面有九個 Compiler 只有一個 會用 也看得懂 就代表 你真的是很不幸的 要去看那些豆腐的資訊 對 好 那大概總結一下 就是LVM發展了很多 它其實已經 發展了很多功能 DT卡卡 就譬如說 SourceCode的一些 繩子縫啊 分析啊 然後Assembly 整個功能 通通包進來了 所以 但是其實有時候 你 它沒有那個 開出孔面Line的話 其實你都要它裡面 有這個功能 所以今天最主要的問題就是 你很快的看完它 各式工具後 會讓你知道 如果 LVM哪一個部分 是有你需要的功能的時候 可以很快的去 抄一下 就可以整得到 你們搞下去裡面的 對 那我這個部分就到這邊 那接下來 剩下最後的部分 交給我們 組內的唯一 旅行工程師 來介紹 教你怎麼 Hack LVM 且LVM 大家也就先怕死 你 你 你 謝謝 你們 可以 的 感谢观看